HELLO 各位好 我是Kenny Ma 是進財教育工程那邊的導師 我是進財教育的導師Winky 進財教育盡力為學生提供最貼身的服務 我們的學生所需要是首要的考慮條件 合理的收費、貼身的服務 和希望幫助我們學生完成他們的目標 我們的課程主任會聆聽學生意的要求作出特別的配套 例如唯有需要的學生免費提供錄影重播 我們的導師都是業界專業人士 提供專業知識和最新業界的做法 而學校鄰近鑽石山港鐵站 加上屯馬線開通後交通更加方便 由大圍港鐵站到鑽石山只需9分鐘 學校一直緊貼最新的業界所需 開始最新和最Hit的課程 例如Big Data和最專門的成建商策略 考牌班等等 近年在香港工程界中 工程師和測量師的需求非常大 因為香港很多基建和建築工程 現在是蓬勃地發展 有見及此其實大家年輕人都可以考慮一下 工程界都是你們一個好的出路 其實在屋業署來說 在2009年都會做了一份 是關乎地盤監督一些作業守則 裡面提到裡面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監督人員 是要在地盤裡面作為監督提升和提寫這個報告的 又見及此進財教育也舉辦了相關和類型的課程 例如一些T3、T2的課程 希望令到屋業署 旗下剛才所說的監督的情況之下 人員可以幫助到多些人去讀這個課程 和去做這個行業 另外也會有一些叫做小型工程 和一般成建商的考牌策略班 我們也希望多些業界 多些不同的精英去參與同一份子 個個都說讀工商管理 你又知不知道工商管理是讀什麼的呢? 工商管理是指一般公司運作所require的skill 如果同學日後會做marketing、accounting、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finance或者HRM等 就一定會用到這些知識 不同的企業 例如銀行、金融、零售、服務 以至物業管理公司都需要工商管理的知識去營運和發展 所以讀商科絕對是很多年輕人想進修的一個好選擇 而我們也找了不同國家的大學 去開辦online learning的課程 在香港修讀外國學位 就可以省出國留學所需要的金錢和時間 我們可以offer到BBA、NBA、DBA的program 給同學選擇 課程實用 加上彈性化的學習方式 這樣就非常適合年輕人和在職人士的進修 而想入manager grade或者supervisor grade的朋友 讀NBA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進裁教育就和美國、德國和英國的大學合作 提供不同特色的NBA課程給同學去選擇 歡迎聯絡我們的教育顧問去知多些 香港有大大小小的建築物 例如學校、商場、住宅、工廠等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在這些樓宇裏面 有很多設備和設施 是需要有專業人士去做管理和維修的 這些就是我們運業管理的人員 有見及次 進裁教育就會和一班精英的導師 一起合作去搞了一些課程 希望提升業界的一些專業知識和一些專業的措手 香港也是實行了一個專業物業管理持牌人的制度 我們的導師和我們的課程 是能夠提供一些考牌方面的一級和二級的課程 希望令到業界的知識提升 和令到它踏上一個清文路 海外升學和移民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的目標和理想 進裁也提供了海外升學的指導和服務 包括歐洲多個國家 如英國、法國、德國、波蘭等 服務包括大學申請 大學year1入學或者申請插班 都可以問大學拿到offer 同學也可以在畢業之後一年來 選擇在當地工作 視乎個別國家的逗留鐵件 大約五年時間就可以得到歐洲的居留權 得到移民的機會 除了傳統的海外升學之外 進裁教育亦提供另類的 2加1和1加1的海外升學途徑 甚麼叫做2加1和1加1呢 其實是頭一至兩年才在香港收讀部分的課程 最後一年才去海外升學 這一類的海外升學可以幫助和省 budget 亦都可以體驗到海外留學的生活 現今講一個環保和綠色的生活 所以樹木對於我們來說也有息息相關 有見及此其實我們學院也會舉辦很多 關於樹藝員培訓的課程 希望有這個知識的朋友 去明白多一點樹藝的知識 怎樣去栽種樹木 怎樣去維修樹木 和做一個風險評估 我們的課程也都是受到歐洲樹藝師 有關的認證去批核的 希望令學員在考取之後 亦都可以入到行 和亦都在行內發光發亮的 Big Data Management是近年很熱門的學科 所謂的Big Data Management 即是大數據分析 是指利用以收集的巨量資料 找出數據之間的關係 然後作出分析 這個技術可以應用在不同的領域 例如客戶和產品的分析 銀行、保險、金融等 Facebook就是用了這個 Big Data Management的技術 去幫客戶找出他們的 potential customers出來 再對他們投放合適的廣告 懂得Big Data Management 會在未來的商業和科技發展 取得優勢 我們亦把握機會 會為同學提供著名 德國大學IUBH開辦的 MBA in Big Data Management 幫助同學以優惠的學費取得學歷 這也是我之前說過的一加一課程 同學可以選擇最後一年才到西國升學 體驗海外留學的生活 從小學會 你認識一下 每個人都會選擇 所有人都會選擇